但是说到郭台铭 他这些支持者的投票意向 在未来是不是就是影响大选结果的关键 有学者说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当时郭台铭他可是得到了90万份的连数书 所以这些连数的选票将会流向哪里 是不是就会成为2024总统大选结果左右的相当关键 有专家又进行分析了 郭台铭他可以影响大概是3%到5%的选票 对于民众党来说 如果得到郭台铭的支持者就可以免于弃保的危机 甚至这样做也可以牵制侯康佩 所以侯现在郭台铭的选票 基本上如果得到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天下 站在舞台上大声疾呼 国民党籍的屏東县议长周典论和担任蓝营中常委的女儿周梦荣 过去力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不遗余力 可说是郭台铭在基层的辅选大将 来绿民调差距缩小 郭台铭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 当初郭台铭获得超过90万份联署书 最后虽然没登记参选90万的铁票 在边际效应递检后也至少有几十万 这批挺郭铁票的外来流向 很有可能左右大选结果 专家分析力挺郭台铭的铁粉 牵涉到国民党的金英蓝跟厌倦蓝绿的中间选民 刚好就是这次左右大选的族群 难营痛批是选举操作 其他在野党反倒不以为然 这个事实真的是相当的明确 实在不已啊 就是每次在选举的时候 都拿司法不公 或者是选举这件事情考量 来污蔑司法 我们认为政党应该来负习这个 就起码这个道德勇气 跟作为表率 检调公布证据在野党立挺司法 这起司法案件恐怕也将牵动大选战局 华市新闻金刚方伯峰台北报导 嗨大家好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